当年小邻村设计1313人 交通中断只能靠空情搜救 一架架的直升机 再来了希望 连载了你的绝望 拜托你们 如果带着你们去接着车位 家里面还有两个小的 我阿少他们两个小的 都在那边 不知道有没有安全 爸爸妈妈 你们要放下 我今天所有来这边 大家师叔府 还有师姐师兄他们 很花心来度大家 你们大家全部都要放下 那下面呢 你看的每一棵树 的下面有一个门牌号码 这个代表小邻村 一百多户的 这些每一个家庭 我那一天我就 跟我爸爸讲说 我爸爸姐我会回来 他说你要怎么回来 我说我开压车 我爸爸他说 好你开车要小心一点 我说好 我开到了彰化西湖 下加油站 我要下去之后 我又想说 我先在那边方便一下 然后一下车 再来要开车 车子不发动了 就不让我回来了 进华师姐是爸爸风灾 罹难者的家属 被吐司淹没的 不只是喜日的家园 还有他真爱的家人 他们都不让我们进来 我们只能默默地等 在齐山高中那边等 然后我又问我说 诶 祖神姬 可以带我们进来吗 他说可以 下一步让你们 小林村的人进来 有一位菩萨 他说跟我讲 祖孩子 你没回去 你爸爸你妈妈 他们都已经买下去了 然后我又听到 我信念头 我就回来讲说 好那我就不要回去 我就回来台北 我就过天 我又赶回来这边 一片尖叫声中 穿着黄色上衣的 小林村民突然冲上了冲场 警察赶紧扑倒塌 伤心欲绝的进华师姐 努力走出悲痛 并在八八风灾十周年时 邀请战士法师 为王者举办庄严的超度法会 最主要是因为在去年的时候 我们有一位菩萨 他是小林村那边的人 那他希望我可以到小林村那边 去结一个非常好的法院 我们待会会先撒净 撒完净以后 我们会先火控 我们让小林村这边 还没有解脱的种子 他们来引用这些刚入法师 然后我们再来送大解脱经 那在我们佛教是这样讲的 所谓的称佛一句 真福无量 礼佛一拜 罪灭何杀 我们在独颂或者礼拜 这个大解脱经的 这个上中下卷 有一千多个佛不上的圣号 可以让我们来称灵 或者可以进一步来 让我们来礼拜 那我相信 我们站在自立的角度来看 我们将来一定也会成功 但是如果站在自他的立场来讲的话 我们在当天在法会的现场 来送这一部大解脱经 这些现场的所有的众生 他也听闻到 这一千多个佛不上的圣号 那我们相信 他们不仅仅可以得度 我们也相信 他们将来也都能够赐地成佛 很不容易走到现在的话 你再讲再提的话 真的心很痛 我也只有要求他们说 能跟菩萨他们一起共修就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号码 我们的门牌号 他都有写 这个就是要摆东西来供养他们的 但是敌员贼 她便会发现 以他们地下总的 还是要求海忻 母业宫 我 Antec 抱き一句 父母好像应该和 父母 Fahrenheit 父母 父母 之Pal 父母 我 users the same way 我先到今天去的座 我先去的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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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的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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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的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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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能夠能夠的了 我來著兩個人 我就是可以想說 大家姐 母親 不要對我的母親 他也不願意 還有他們的父親 還有母親 還有他 其他的生意 我想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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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